現在要來把第五個零件加進來 我們先把這個Assembly按空白鍵隱藏起來 然後現在先開啟第五個零件 Open Open之後 這裡一樣改個名字 按右鍵 改名 H15-5 底線body 然後Ctrl-C 複製 存起來 到這裡 Parts 按Ctrl-V 貼上 然後 我們來做一個坐標軸 坐這邊好了 坐這邊好了 現在選第五個零件 選新增坐標軸 選H15-5 底線LCSE 然後選這個圓圈圈 做Concentric 這樣這個零件做好了 做好之後一樣存起來 這邊按空白鍵 Parts 按空白鍵隱藏起來 然後到Assembly 這裡 我們等一下再做 我們現在不要做 因為你這個第二個走是不是還沒有給它坐標系對不對 我們要給它坐標走 現在這個Sketch 2 這裡 選新的坐標軸 新的座標軸 這個是Assembly ASM LCS 2 那它做哪裡呢 我先把整個這個隱藏起來好了 只叫出Sketch 2 不對 我不能這樣子做 好吧 那我把這些全部一個一個隱藏起來 因為現在這樣子會選擇到別人的東西 好 我只留這裡 那我現在做標軸嘛 選 哇這這麼多啊 這個刪掉 刪掉 刪掉 把這些全部刪掉啊 剛剛不小心 他不曉得為什麼選這麼多 好 那麼選第一個 選這一個點 接下來第二個選這條線 第三個選這條線 選這條線 然後做OZX OK OK 知道是不是這裡有一個坐標軸 這裡有一個坐標軸 我們才可以做下一步 先存起來 然後一樣 載入模型 第五個零件 第五個零件 它跟ParentAssembly的LCS2 做在一起 但是這個做在一起 你看一下 方向也不對 是不是方向也不對 方向要轉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AX先轉90度看看 好不對 不對就轉4次哦 這樣也不對 轉4次 這樣子 好 這樣子 方向對了 這樣方向對了 但是 距離不對 距離不對的話 我們往上調 往上調一下 好 先OK一下 來把那個第四個零件叫出來 這樣子是不是還不行對不對 所以現在選這裡 按右鍵 Assembly Edit Placement 繼續跑哦 -30 -36 -37 36 有壓到37 沒有 那我們-35.5 不對 -36.5 -36.6 -36.4 -36.4 -36.4可以 OK 來 在這個模式底下 我們不要把第六個蓋子拿出來哦 先存起來 跑一下 現在來跑一下哦 RUN 有沒有看到第五個零件是不是沿著第四個零件的那個斜面在跑了 這樣看起來OK嘛 看起來OK STOP 來把第六個零件跟第三個零件都叫出來 我們來看整體的整體跑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現在這樣子看起來是不是OK了 看起來是不是OK了 好 STOP 這樣這個零件做好了 這體做好 做好之後 還沒有完啦 先存起來 我告訴你 做好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這個線嘛 你把Sketch2啦 Sketch1啦 通通關起來 好 那做到這邊 存起來 點這一個 我反正再驗收一下啦 再驗收一下 看這樣子做起來對不對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等一下我來教各位把它生成動畫 我們可以把它生成動畫 我是不是有放動畫在YouTube 對不對 現在只是在FreeCAD裡面爬嘛 待會再教你們把它生成動畫 好 先把這個部分做完